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游中最不可或缺的 就是住宿这个环节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认识一个 全新的订房配对平台 它运用配对系统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成功配对 找到最理想的住宿 从消费者这边演变到 自己称为业者 自己称为业者之后 经营了六七年的民宿 经营民宿之后呢 发现觉得现在目前的线上平台 都处于比较被动的方式 没有一个订房平台 是处于比较主动初级的 所以我才创立了这个 Trimatch这个平台 希望帮助所有业者 这边可以初级去主动 touch到客人 对 那这就是我们创立的一个开始 1999年开始旅游网站兴起 提供大量的旅游资讯 及订房机制 一辆支架 也让价格变得更便宜 很快的 网路订房平台 与饭店业者的恶性竞争 越来越强 也将市场导向不平衡 慎选订房的方式 也成为消费者的一大课题 其实对于这几年来业者而言 路客不来其实是一个危机 也是一个转机 那我们一直想要提供给业者 是一个良善实用的环境 它可以弹线用它的房型等等 那所以在旅客这部分 我们也提供一个非常特殊 在这几年来平台 其实很少见的 就是回馈金的制度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回馈金的制度 让旅游业者跟旅客 达到一个双赢的境界 我们在创立平台的时候 有三个主轴 那第一个主轴是One for all 所谓One for all 就是希望我们把一个需求 传递给所有的业者 然后让业者来解决消费者的困扰 然后另外一个是Tree for hope Tree for hope就是希望说 我们把我们的旅游跟公益做结合 然后可以让旅游是快乐的 再把快乐传递下去 给一些我们跟我们配合的公益团体 这就是我们的Tree for hope 然后还有一个Beat for tree Beat for tree就是把我们的 每一次的旅游 都会获得的回馈红利 再让利给所有的消费者 破除以往的订房习性 订房配对平台 协助业者主动出击 而消费者也能透过业者提供的资讯 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住宿方案 使双方之间达到双赢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性 其实来自于主动跟被动 以往你可能在网络上订房 你可能要一间一间点房间 可是透过Tree match 你可以输入你心中理想的预算 然后透过这个预算 它会发送给当地的区域的业者 所以当业者收到你的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立即的回复你 要不要给你房间 所以你会收到来自于 当地所居的业者 回复给你的房间 那你可以自由的做选择 同时这间也是我们平台 跟其他所谓的订房平台 有最大的差异 订房配对平台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回馈金的特殊制度 除了可以折抵住宿与周边消费 更可以将利润捐出做公益 保住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其实想要打造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 我们希望能够让旅客 他可以透过他可能订房 订房完之后会有一个回馈金 他可以在商城里面 做百种商品的消费之外 他也可以捐赠公益 同时他也可以帮助 在地的文创跟小农业者 这是我们一直很想要做到的 业者跟旅客之间的双赢的 一个桥梁跟美和平台 透过平台能让旅游业者 与消费者相辅相成 共融成长 同时推出交通配对 以及目的性旅游规划 除了写下台湾的旅游市场 崭新的一页 也要建立一个良善的循环 我们是希望创造一个良善的循环 那所谓良善循环 就是指我们把我们本身公司的利益 然后让利益给所有的消费者 那希望消费者透过这个回馈呢 能够再把这些回馈让利给所有的公益团体 或者是商家 然后业者这边本身自己希望他们也是能注重到自己本身的特色 然后自己的一个价值 然后不再以价格为主 然后希望消费者 业者 公益团体 大家可以共享这个良善的循环 目前平台已与上千家住宿业者合作 未来不但要将国内旅游产业带动 更要将触角伸向海外 除了让台湾的观光产业发光发热 站上国际舞台 更将成为全球首屈意志的配对订房平台 每一次旅游都是惊喜的开始 让旅游回到最初的样子 TreamMatc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